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眸来时路 旧法用心知 大家好 我是赖月琳 证言上人曾经说过 孩子的希望在教育 的确 教育具有改变人心的力量 特别是在孩子的未来 1994年 南非在黑人执政之后 苦于经费不足 许多的学校除了有校民 土地和老师之外 什么都没有 1997年起 慈济人在南非的雷蒂斯密斯 总共援建了七所学校 将当地学童的就学率 从原本的20%提升到90% 2013年 还有两位慈济第一小学的毕业生 回到台湾的慈济大学就读 让南非的希望工程又进入了另一个阶段 南非雷蒂斯密斯慈济人 从1997年起 短短七年为当地七所学校 募款圆建了八十几间砖瓦教室 受贿学生约2700人 2004年台湾慈济举办奔腾国际 药栋人文慈济教育年会 有16位来自南非雷蒂斯密斯 慈济第一第二小学的学生 返台参加 说今天南非在台湾慈济 学会去马加专家 总共十六点心 学家是超纯纯的土地 超纯纯的土地 大师书就会等级到宿工上心 温州华伊加坤北起 坤北起 现在我们是来到处理 很高兴 很高兴 实在是好不不得比 好不不得比 现在才一直看 刚刚看到影片当中 2004年到台湾的南非小菩萨们 今天有两位就到了现场 我们一起来欢迎 林奇罗和何彦达 欢迎他们 两位同学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你们 我们看到这张照片里的照片 这张照片你们还小小的 那时候才几岁 十岁 拍摄的时间是在2004年 回到台湾 参加我们的教育年会 还记不记得那一次的旅程 听说对你们来说 好多的第一次都在那一次里发生了 其实那个时候是我们第一次坐飞机 第一次出国 第一次来台湾 第一次亲眼看到事工上人 也是第一次在那么大的舞台表演 所以有很多美好的回忆 不过姻缘很特别 十年过后 2013年你们有一个重大的决定 所以2014年你们就又回到了台湾 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是因为我们在高中毕业的时候 我们就申请到了江水井 然后就决定来到台湾学华语 可是要离开南非到那么远的地方 您的家人们同意吗 会不会舍不得啊 或担心 但是过来之前 我爸爸他会一直问你 你决定吗 你真的要过去吗 或是你有没有想在这里上大学 然后我就说 其实我很久以前就决定 我真的想要去台湾 2004年就下了这个决定了 看到了上人 那齐罗你呢 那个时候我阿嬷 我自己是担心我会离开我阿嬷 可是她就跟我说 因为我要去读书 那她真的不会担心我去做什么 然后她就说 因为你真正的要读书 那你就去吧 所以2014年你们来到了台湾 就开始先学中文 我现在看到你们穿的是 崭新的校服 慈济大学的学生耶 来介绍一下你们现在读什么科系 我是一级系大一 然后我是公共卫生大一 我们来看这张照片 我知道你们在2014年的时候 也就是来到台湾一年多 回到了家乡南非 来跟学弟妹互动 来分享一下 回去都说些什么 告诉他们我们在台湾过得如何 还有就是 因为他们会怕去做 他们从来没做过的事情 还是没听说 有谁做过什么的 所以我会告诉他们 他们如果真的想要一件事情的话 他们要就是去做 然后他们如果有机会出国 他们一定要把握 透过了学习 我想要问问看 你们未来的梦想是什么 我真的要当一件事 然后就是 因为一件事只是在 工作里面工作 所以我觉得 我一定会多出去做自己 这样子 对 我才会有办法跟别人互动 齐罗你呢 其实 梦大 梦想是很难讲 因为我现在读的是公卫系 然后公卫系 后来会有 就是有很多不同的路要走 然后我现在是真的 还没想我要走哪一个方向 可是 只要我还是可以跟别人互动 还是还可以帮助别人 我会真的很开心 两位都有充满爱的这份心 想要为人付出的心 当然了我知道 对你们影响很深的两个人 今天也来到现场了 让我们一起来欢迎 你们都叫他BOSS对吧 和唐亲师兄还有妈咪 廖少林师姐 让我们欢迎 妈咪跟BOSS 阿弥陀佛 感恩 感恩 看到了自己最熟悉的人 你们在小小年纪的时候 就常常去师伯的工厂 对不对 今天这两位陪伴你们 这么久的 像爸爸妈妈一样的人 来到现场 有没有什么话要跟他们说 我是跟妈咪 非常棒 还有 Susan 跟Jimmy 来拥抱一下妈咪 先抱一下 刚才你们讲的话 我们是有点听不懂到 待会要请来师傅翻译一下 她说什么悄悄话 她讲的是南非的语言 我知道 她说什么 她说谢谢我们 照顾她 对 其罗你呢 就跟原来一样 好 就是 说说看 真的辛苦她们两个 是真的感恩 来 拥抱一下 拥抱一下 来 BOSS来 来抱一下 你非常的疼女儿们 其实 不论是在南非 或者是在台湾 都是一家人 看到两位孩子都这么乖巧 来师兄一定有很多话 要提醒他们 或是给他们祝福 是的 我从他们从国小 一直到现在 陪伴着他们 我知道他们非常的用心 也学了很多慈悸的人文 威仪 礼仪 还有慈悸的精神 我希望他们将这些精神 永远留在你们的心中 在一生中间 用之无求 这是最好的祝福 那妈咪呢 一直看着她们 本来想说她们是我们的孩子 可是我现在老儿觉得 她们是我的孙儿 那我是希望说 她们在那边学习 然后把我们上人的法 然后用她们的智慧 回去南非当种子 这是对你们的祝福 南非慈祭希望工程 不只是盖教室 让孩子们能遮风避雨 专心上课 硬体完成后 慈祭人还走进学校 关心学童的就学状况 不仅发送书包文具 还提供助学金 让优秀毕业生 可以上高中和大学就读 此外 也关心孩童健康 为水源缺乏的偏远地区 开凿水井 让他们有干净方便的水 可以使用 1994年 南非黑人主政后 新政府不断 扩大教育经费 却因预算有限 仍出现 学校公餐不稳的情形 这时候该怎么办呢 说到慈祭在南非 蕾蒂史密斯的希望工程 不得不提到四大金刚 他们分别是林天静 方龙升 施红奇师兄 还有何堂欣师兄 这些我们就要邀请到 其中的何堂欣师兄 以及他的同修 廖少丽师姐 来到节目当中 师兄 师姐 你们好 师姐 你好 全球大爱台的观众 大家好 大家好 感恩你们 我们来看这张照片 好特别 你变成了像指挥家一样 带动着孩子 然后来感觉像音乐课 这是个什么样的课程呢 这是因为我记得好像是 在2003年的时候 我们慈祭播了 有一个叫做四重座 他们用口琴吹得非常好 我感觉那种音乐很妙 我也学不了很多的音乐 可是这种对我来讲 还考不倒我 我说好吧 我们就来来教他们音乐看看 因为他们黑人喜欢音乐 这是天赋 其实好像不是只有音乐 因为你也发觉 孩子的课程学习上 有些落后 好像开始帮他们上数学课 我们来看这张照片 从刚才的音乐老师 变成了数学老师 怎么会有这样子的想法 要帮他们做课服 最主要问题 我还记得我们小学的时候 久久乘法 每个人都会背 对 可是我问了他们小朋友 他们说 久久乘法你会吗 我必须要用计算机 我说你要用计算机 才会久久乘法 所以说我就感觉到 必须给他们一些 以后就是说 他们出了社会 从商也好 这个必须要反映很快的东西 数学 这样教他们的 除了数学呢 有没有其他的类像 觉得也要来加强一下 对 还有因为他们喜欢音乐 所以说我们 持续有很多儿歌 对他们都非常的适合 也教了他们很多的儿歌 之后呢 我们想想说 要在他们立根 所以说我们必须要叫他们中文 因为他们要唱中文歌 所以说也要叫他们 是这样而来的 还有回来的时候 2004年回来之后 师傅想说 如果说小孩子能够的话 带他们回来这边上学 我说那第一个也是要用中文 所以说我在加强中文方面 也用了很久 感觉到何师兄的用心 其实是音乐 中文 或者是数学 其实这些都 花去很多孩子的时间 当然也有您的时间 我知道是每个礼拜的一到五 每天会有三小时 感觉分量不少 可是听说孩子都非常的有心 不会翘课的 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 让他们那么愿意学习 食是人生中间的很重要的一刻 那么因为他们黑人 没有东西可以吃 所以说我就请我家师同修 帮我做一些晚饭 让他们要回去之前 能够添饱肚子 回到自己的家乡 那么他的爸爸妈妈 也能够省下这一些东西 给他的弟弟妹妹们吃 真的好用心 连晚餐都想到了 不过毕竟是这么多的孩子 要一起用晚餐 师姐 要怎么准备呢 是不是还要顾虑到 他们的口味 还有他们的习惯 毕竟和我们华人不一样 对 这个就是一个问题 起先他们不喜欢吃我们的饭 然后我就想说 尽可能调到他们最喜欢的口味 所以我就 他们喜欢那个咖喱 所以我就煮咖喱给他们吃 他们就像种树一样 一浇水他们就会生长了 所以我很高兴 所以每天我就尽可能 我能做的我就弄给他们吃 如果有剩下的 我就让他们带回去 比较贫穷 他们家比较没有那个 我就让他们带回去这样子 所以他们就很喜欢来 我们那边上课 好贴心喔 而且都顾虑到了 营养又要健康 不过好像不止如此 连吃东西的时候 也要把人文交给他们是吗 对的 我们刚刚教了中文之后 我们开始就开始 教了食的威仪 我们教他 当然不能再像他以前一样 用手去抓 那么你一抓的话 病从口入 所以说必须要用 条根或者是用筷子 我们最方便的就是筷子 所以从开始的时候 我们教他用糖果夹糖果 慢慢的在饭里面 从我们碗里面 到了口里面来吃 这样慢慢的教他们 你看他们2004年回来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好会用筷子喔 和他们互动这么多 相信也跟学校有了很好的默契 是的 但是听说有一次啊 何师兄 你早上10点的时候到了学校 学校里竟然没有人 这怎么回事呢 是了 在2004年的时候 因为学校呢 没有东西可以吃 所以说他就把大门打开 放学生回到家里去吃饭 为什么没有饭可以吃呢 他说政府没有配给我们 那些午餐 我说我就问 师师兄就非常的着急说 饿着肚子怎么能够上课呢 所以说我们开始发起了 给营养午餐 廖师姐 这规模又更大了 接下来的食材要怎么准备 听说你天没有亮就要开始准备 对 对 我就首先去问他们 那个在制造面包的面包厂 然后我很幸运 就找到那个印度的 结果他跟我讲 他说你早上要早一点来 不要到五点多来 你四点多你就来 我就先准备给你 因为这样子他算我陪你也比较方便 因为你不能光给他吃面包配开水 所以要煮给他们吃 那个就他们不喜欢喝汤 所以要弄那个浓浓粗粗的东西 所以我就去买豆子 再加上蔬菜 然后加上那个红萝卜 这样子煮起来 然后就给他们吃这样子 那像这样子的午餐工艺 后来提供到什么时候结束的呢 就一直提供下去吗 因为我们家师兄就一直 要我们那个办公室的白婆 然后去申请 到他们那个政府 那个教育局去申请 让他们有午餐的 营养午餐的供应 这个时间可能 才一两年的时间才申请到 所以到两年以后 他们有那个教育部 有给他们营养午餐的供给 我们才停止的 对于这两位志工来说 他们用的是父母心 但是对于孩子们来说 这就是最真诚的大爱了 而慈激人在南非的这些希望工程 从硬体的建设到软体 甚至于包含书包文具 客服餐食 每一个地方无微不至的细心设想 希望的就是让这些孩子 能够有完整的爱 让他们像一颗颗发亮的钻石 在这有彩虹国度之称的南非 闪耀出最美的光芒 今天非常感恩师兄 谢谢分享 感恩 以前在地藏庙那边 因为地方庙 很多人来拜拜 都是用小蜡烛 点都一大堆 有的庙点就全部丟掉 我们的最年就是很修讽 靠到蜡烛这样不丟 他就说不可以把它丟掉 再做过 我们可以再利用了 所以要用什么做就不好了 不如说现在用地固和软软 用薄的厚子 倒在薄的厚子底 麵線把它放在做深 但是蜡烛的厚子里 拿不起来 薄的厚子里拿不起来 这样又不行 不然用厚石板 现在后来用厚石板 转一下厚石板 用厚石板 硬硬的 枝板也把它裹成 现在把它填在那裡 但是厚石板 剃整 那些皮黏黏黏黏黏黏黏 黏黏就不好看 这样有结就不行 那怎么办 后来没有 不然它去挤柳子 柳子把它倒下去 那芯炒 你把山炒得好 现在柳子如果好 柳子打开就会用了 但是打开就会用了 但是打开就会用了 縮縮不好看 那又不行 后来就去买人的厚石板 厚石板 厚石板 小小的它的造型是很漂亮 只要厚石板 不然它 因为它要把它倒在厚石板 这样拿来装分 但是那个厚石板 一堂 厚石板 还没有做完 那个蜡烛就点厚 就没有了 那也不行 那怎么办 后来就想一想上人说 真的 我有看到央楼堕的关 不然我拿来央楼堕的关 我们来做看看 所以上面那匠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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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匠 那匠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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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一個是你說的 那個模組做起來要幾萬塊 那做一做又不行 後來就用剃供去車 車車要創底 創外棟的 現在如果好 要用一支芯和斷一下蠟燭就起來 一段時間你覺得那個又不行 所以未來研發蠟燭是經過 一段很多種的 後來才有人發現 看到我們這麼困難在做 才有人發現又開工廠的人 他就說我來做鐵馬 讓人家做出來是用敲的 六十個 大概要敲一百下 有的一粒說一個說不起來了 說不起來就要說兩次 有的說三次才會起來 後來他看一看 這樣又是不理想 這樣常駐書也是很累 整天下來不知道要敲了幾千下 那後來就是 他想說 不然我幫你創油壓 給你打下去 它的六十就噴起來 結果油壓 我們的機器 我們不是固定縮底肚子 油壓直接打來 幾台積極都噴起來 又不行 後來就有一個紅書匙 新紅的紅書匙 他就用這麼高的鐵棒 這樣去切 切六十的模式 後來那個油壓 就是才現在我們做的那個 後來就是這樣成功了 現在我們就是用那種做 比較 現在就比較科技化 比較現代化 以前我們都是用困難 都是用手工做的 是用手工做的 所以我們是用刷 對 你就是用作用好 可以把水也可以 感谢观看